好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 非常開心能夠把41吋的史丹麗熊給帶回家 有這麼棒的好康對不對 對 所以每個人等一下都可以來 你又可以做測驗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知道我代言公主有輪舟 都問我說 那要去哪一條航線 哪裡好玩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是非常貼心的測驗 因為你測過之後你就知道 原來我適合什麼類型的旅遊 像我呢 自己也測了 我就是適合海島型的度假 剛好我5月2號這一次我領航的航班 就是要去石原島跟宮古島 太棒了 對 所以這個很有趣的測驗 大家可以來一起玩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抽到全台唯一的一隻的 而且是41吋超大隻的史丹麗熊 其實應該是唯二吧 因為有一隻已經在我 真的 我家 對 有一隻在我家 另外一隻就是在某一個人 你們如果幸運的話抽中 所以那一位就是你跟史丹麗熊的小三就對了 對 對 對 當然你們可以去測測看 自己是屬於哪一型的公主 因為史丹麗熊是海島型的公主 我待會測測看我是什麼公主 我覺得我應該是海芬型的公主 哈哈哈哈 哎呦 哎呦 你笑我高聲喔 是不是很會 所以要邀請大家 真的是 如果你想要像剛剛Selina一樣 有這麼開心 發自內心的笑容 其實你只要登上公主郵輪 我們完全可以滿足所有朋友們的需求 是的 也要再次謝謝這麼棒的代言人 謝謝大家 謝謝 那我們今天公主郵輪的慶功記者會 就圓滿成功了 謝謝 也要再次謝謝今天縣堂好朋友們 好的 這樣OK嗎?還有需要再單拍嗎? 這樣OK了 你剛好可以坐著 QK一下 好 好熱鬧喔 還要講很大聲 因為隔壁好熱鬧 不會不會好熱鬧 講一下今天就站在床板上當公主 好喔 今天我覺得這個地方 打造的真的就是像一個 真實的郵輪搬到了這裡 所以歡迎大家來玩 然後公主郵輪 就是讓我有公主般的奢華享受 那今天最主要呢就是 因為本人是銷售女王 Top Sales 就是我的 全球唯一的航線 就在5月2號 我會領航然後帶領大家去 他一直打擾我 我會帶領大家去 石仁島跟宮古島的那個航線 那個航班已經銷售八成了 才一個月這樣 所以也鼓勵大家 繼續踴躍的報名參加 我會保證大家不需此行 Selina最近是不是有開始玩抖音呢 對 我就是搭配我的那個 新歌曲嘛 心如止水 然後我就開了抖音的帳號 YouTube也是同時開 就是因為現在都是短視頻的時代 所以就 稍微跟上一點流行的腳步 拍一個抖音帳號 心得是什麼 心得是 真的不容易 因為 他的時間很短 所以其實變成你要在短時間之內拍出 又有一些效果的啊 或趣味的啊 甚至主題的 我就覺得那是要 其實他不是很隨性的拍 他必須要先設計過 然後也是蠻專門的人 去設計啊剪輯 所以難怪 難怪現在這麼多人喜歡看 對 這一次啊 因為有心如止水嘛 因為之前可能 就是聲音比較不是那麼好 現在是完全都恢復了是不是 嗯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那天在仔細想的時候 就想說 我真正會錄這首歌 真的是在當我對於唱歌這件事情 心如止水的時候 然後這個邀約就出現了 所以 真的蠻妙 就像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講 我說你們每次都問我唱歌這件事情 等到你們都不問我 你們忘記我會唱歌的時候 我就會 就會唱歌了 結果 就真的是啊 就是 反正他這個時間出現得很巧妙 然後我也是覺得 呃 我也是蠻想要嘗試 現在自己的聲音 呃 他的表現會是怎麼樣 對 我的當初的初衷是這樣 因為我後來發現 呃 聲音 其實也不是什麼問題 可是自己的音域跟以前的確蠻不同的 那 後來因為也是尋求了很多方法之後 就覺得 搞不好真的是 也許我 我的變身期 就是在38歲啊 這也是有可能 因為人的聲音跟體質 本來就會一直不斷的在轉變 只是我這個轉變 呃 一下子讓我發現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措手不及 但當我接受他之後 我就發現 其實在我能夠控制的音域裡面 我也是可以展現我的聲音 或者是展現我想要唱歌 投入的感情或什麼的這樣 所以就 對 有點改變方式吧 把自己以前的音域的部分 化掉 然後重新開啟一個自己的新的音域 在自己的電影裡面有特別跟文國籤嗎 對 是不是有看到 欸有看到那一樣 真的身材這麼壯碩嗎 我看到他本人的時候 第一個感覺就是 啊你怎麼那麼瘦 因為他最近 欸他是說他什麼 是感冒還是什麼的這樣 但是因為我記得電影裡面看到 就覺得他很壯 他本人就是蠻瘦的這樣 然後現在只有短版的會拍成MV版嗎 比較長嗎 呃我們那時候拍攝就是 比較傾向於短視頻的 但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MV 我就把那些短視頻連起來 應該 讓你們去KTV可以唱 很多歌迷都跟我說 我要MV這樣才能去KTV唱歌 所以你有找到人 跟你一起去搭工作套了嗎 因為要兩個人才可以簽信吧 沒有上一次他是說送兩人嘛 去阿拉斯加 因為我很想去看極光 然後 但是我聽說 他們好像又讓我變四個人 也就是說我們一家四口這樣 啊 哈哈哈哈 對有點太得意 太開心了 迫不及待想跟家人 分享這個好消息 之前貝貝有說 我就是很希望你們趕快有另一半 他說好希望你們有人可以簽信 呃 但我不會覺得孤單啦 對 就是 呃 之前是因為很 還是蠻想念思念我的愛權兵體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孤單 但是 隨著時間 然後自己 現在也找到很多的興趣 我現在興趣四號真的超多的 我每天都可以很忙 就是排行程排不完這樣 我覺得這樣很充實啊 那接下來工作安排是什麼 接下來工作安排啊 就是 大概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耶 就是 拍一些廣告啊 然後 嗯 沒有什麼特別的 對 大概就到明年了 那之前也有上那個大國十字節目 就是有那個 極限運動的男生 嗯 是 我之前 對我之前是去趴塔嘛 那個叫什麼我忘了 我之前的加油好身材 欸 對 其實我那時候在趴塔的時候也是 很多時候也都是蠻超出自己體能的負荷 對 那我 我覺得每個人其實都是這樣 你真的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還是要 真的要以自己 以自己的狀況為主 那時候有讓你受不了的狀況嗎 很多耶 因為我的本來體能狀況就很差啊 像只要用跟手臂有關的 要拉單槓的那種 我都是 我都是做不了 但我就是 因為我是女生嘛 啊 我就哭就好了 哈哈哈 反正我一天到晚都在哭 就真的做不了的時候 我就也只能放棄了 好了 謝謝大家 你很深 是 我覺得到時候播出了 嗓門根本就會很大 因為我應該要輕輕講就好了 我就想說 啊啊啊啊啊 觀眾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幹嘛這樣好 謝謝你們 也希望大家都能夠趕快喔 謝謝面對舞台的左手邊 由於時設在現場幫大家服務喔 歡迎大家趕快 現場就來下定工作了 有一個任何一個行事 前五十名呢 就可以獲得 索尼納千名的雙等玻璃杯 以及公主柔輪的 專屬的特別的 突然小禮 那前十五名的好朋友呢 那有機會可以跟索尼納結合眾喔 所以歡迎大家 趕快進進就下定成功 有機會 跟著索尼納一起 我們可以到十二島跟玻璃島 謝謝 謝謝SWINNER 一定謝謝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們 謝謝你們